那天是个阴天 天气不是很热 于是我们决定回村里的家里去看一下 第一站我们是要去我父亲的坟地 这里原来都是种庄稼的田地 现在都种上了树 为的是绿化环境 这条路就是去村里的公坟的路 我是很多年都没有来这个地方了 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片酸枣树 以前酸枣树都是在我外婆家那边才有 可是现在这边的很多田地都不种庄稼了 所以这里也有了酸枣树 这是一个墓碑 上面刻着埋葬在这里的一对夫妇的名字 他们的儿女的名字也刻在墓碑上 我是要看子女后代的名字 才知道这墓主是谁 这个是我父亲的坟墓 那长在坟顶的植物 是叫迎春花 每年春天的时候 就会开出鲜艳的黄色的花朵 非常的可人 我特别喜欢 按我们当地的习俗 我们要烧一些纸钱 我们这里的人认为 你挖给你把钱拿来的 多少钱 给你来烧 你叫没有钱给你烧开 这里的人们认为 英界 也就是死去的人所去的世界 也和这个世界一样 是需要钱的 原来人还手上 去了手前还手自 所以 哎 哎 平常去烧纸钱 哎 平常不是撒45钱 嗯 这还有烧纸 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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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哎 不就是撒着 是什么 烧纸钱 就是给在阴间的人送钱 也和在寒衣节时 烧纸衣服 是一样的 为的是给在阴间的人送去 温暖的衣服 浴寒 纸烧完了 我站在坟前 暮挨几分钟 在一次和黄泉之下的 父亲道别 坟上的这束花 还是我母亲 在清明节扫墓时 带来的 这座坟墓前 还有一个石头控桌 是用来放 寄线物品的 离开坟地 回头望去 就是这样的景象 在回去的路上 顺便摘一些花椒树叶 我们要用这花椒树叶 做煎饼 加了花椒叶的煎饼 特别的香 这块地是较低的 南北延伸的土地 原本是洪水冲出来的 一条沟壑 我们家乡是比较干旱的地方 一般二三十年 才会有一次洪水 现在我们看到了 给老村子新建的围墙 红色的标语牌上 写着现在中国大陆 所倡导的 社会主义核心观念 另外一些标语牌上 还画着图画 用来阐述这些核心观念 现在看到的这个村道 是后来新建的 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 这里就是进村的城门洞了 城门前的这棵老槐树 几百年来目睹了 村民们出出境界 在老槐树上挂红丝带 是为了祈求幸福 刻在砖上的 这是这个村的名字 这块黑色的石碑 是为那个出自 重修城门的人而立的 另外一个石碑上刻着 这个村的简介 以前的时候 村里的男人们 经常聚集在 这个城门洞里 吃饭的时候 端着碗来这里一起吃 从村里面看 城门楼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登上城门楼 我两岁的时候 我也曾经想跟着 红卫兵上到城门楼上面去 可是被阻止了 他们让我拿着 我的毛主席鱼鹿 坐在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上 我就是这样 以我自己的方式 参与了文化大革命 时机而上 到上面 发现上面 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 只是一间空房子而已 屋顶上的小动物 看得不太清楚 站在城门楼上 放眼望去 可以环视村庄 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 鸟汉这个村庄 老村里的很多房子 都倒塌了 旁边的住户 在这个房屋的废墟上 搭上了太阳能板 这个新的房子 据说是新建的村使馆 但是现在里面是空的 也就是说 追溯这个村的历史的工作 还没有开始 原来的住户 都搬到村外 新建了房子 所以村里 撒草种 重生 一片衰败的景象 和以前充满生气的村庄 大相径庭 在过去的三年里 村里一个发了财的人 故人在这里修建一座 具有陕西传统古建筑特色的房屋 据说这位富豪的母亲 将会在这里 遗享天年 不知道她的母亲 会不会真的搬来住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她母亲死后 葬礼是一定会在这里举行的 我个人感觉 传统式的古建筑 有一种特别的韵味 有衔接古金的作用 给人一种回归和安宁的感觉 这些都是一些 还没有用的建筑材料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座房子 大门上面还有一块门别 门顿市场是麒麟 是麒麟的 她妈在这里吃 我没看爸爸 她妈都学不好了 妈都没看办法求过来 她妈都没看办法做的 哈哈哈哈 谢谢爸爸 人飞扬 回家 爸爸的人 心悠悠乡 特别适合吃 嫁别我搞一几 搞一几玩笑搞两几 这是房子的后院 隔壁这个院子 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当然 这不是原来的样子 这是二十多年前 重新修建后的样子 我的叔叔和婶婶 现在住在这里 他们家后院 现在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地 里面有一些果树 还有一些花椒树 婶婶在后院里面种菜 我在这里还采摘了一些野菜 婶婶把自己种的黄瓜和豆角 摘了一些送给我们 带回家去 这一块长长的黄色的土地 是原来的城豪 也就是以前的护城河所在地 这是在村子西边的城门 这个城门是新建的 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 以前的老城门早就消失了 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里还有一座城门 我爬上了这个城门楼 去看了一看 这是上面所看到的景象 这一座城门 站在西城门上 可以看到邻村的房屋 和一大片的庄稼地 还可以看到新修的房子的外貌 站在村子的外面 看西城门就是这样子的 虽然天气有些闷热 可是这里凉风兮兮 非常的舒适 这座房屋是我长大的地方 我六七岁的时候 我们家搬到这里生活 现在看到的不是原来的房子 这里已经修建了两次 这座房子是六七年以前修建的 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屋里的家具比以前好了很多 还有一间浴室可以洗澡 可是我还是非常怀念原来的房子 原来的房子没有现在 这座房子这么热 这座房子在夏天没有空调 就不能居住 现在的院子也比以前的院子小了很多 以前的院子地上逛逛的 可以派很多用场 这是老师的厨房 现在农村有汽车的人很多 门前原来是一条公路 现在改建成这样的村道了 这座房子都在 Hagia 这座房子里的渡压 这座房子里的渡压 我可以派那一张